45岁,孟姓被害人 称日前于网路上认识一名 诚信投资助理,介绍股票投资APP 称可代为操盘股市交易,然后 听从指示投入新台币176万元 之后,诚信助理又以其他名目 慫恿投资,孟然察觉有益,随即向警方报案 本分局受理后,立即成立专业小组 由警方协助筹措40万元贾超维尔 请孟然与诈骗集团联系 借称有意再加码投资,并配合指示 于27日14时许,在某数十店内面交 代车手现身取款时,由埋伏警力 当场逮捕王姓少年车手及 负责监控的无信车手,并查扣 手机、工作证、甲证、硬件等证物 警寻后,依诈骑罪嫌移送法办 112年特考班学员近期在全台各警察机关实习训练 其中本分局一名实习生 南新城全城参与 与协助逮捕诈骑车手,不仅让被害民众 相当感谢南远也获得宝贵的经验 全日的重点 协助逮捕